大家好,來到今集的一個事證特別 講一下關於幾宗最近熱鬧的新聞 第一個先講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就是基因改造的基因編輯技術的嬰兒 這個嬰兒是甚麼一回事呢? 這件事大約是上個月的月底 這位教授就是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可見斐 透過基因編輯的技術 成功令到一對雙胞胎嬰兒 先天抵抗愛滋病額 就是全球第一次對人體進行的基因改變的案例 結果應該是無論是海外或者是大陸 都對這個人相當之鞭撻 我記得就算大陸也有百多二百個學者亂吵咬他 因為有幾樣東西 第一,這種技術我聽說已經不是新技術 其實一直都有,但大家不做 是因為一些道德上的問題 因為一般我記得 這個星期大家上過很多科學實驗 就是科學的課程 我看這些報紙就說 多數就算讓你做人體進行改造 都只能夠在胃胎 而不可以超過兩個星期 他簡直是怕改造了兩個活生的人出來 最少在現今 即是改完之後生他出來 就簡直是不能接受 另一件事是因為 他就說到自己是偉人的 說他幫了父母生兒子 有人提出了幾個笑咎他的論點 第一,以我的認知 好像只有母體沒有外肌 就算母體沒有外肌 都可以生出健康的嬰兒 是,好像說 因為這個真的太scientific 但以我認知是可以的 好像說如果 要吃藥 還是爸爸有才會生 那就不清楚 這個就 如果錯了就糾正我們 第二就是 他就劃壓到幫人 但問題是 人們就說 他第二樣觸犯的比較嚴重 就是人們發覺他有給錢 那份藥大概就是 我給你三十萬里 那就會看著他們一會 但之後有什麼事情 我們就不負責 此其二 此其三就是 有一間好像波士頓的大學 就說 其實呢 你改也不是問題 你改得錯了 因為那個CCR5 好像是西人就這樣改的 亞洲人或是漢人 的外資是第二條基因 簡單來說 你改了他 他還是會有外資的 引起軒然大波 大約是這樣 還有若干 你要說很多可以引申的 例如 雖然說他 你不知有什麼後果 你改他出來 可能他變成是異形 就算他沒事 可能他下一代會有事 或者他跟 所謂我們這些 沒怕改造的人 混種 又變成另一種東西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就算他沒事 是否怕改造的人 就開始有錢人 就會改造自己的兒子 又聰明 又英俊 又懂 新型 那些 那些時候 就會令到 這個世界 就越來越 用一個窮人的角度 越來越黑暗 會衍生很多問題 所以 到現在 為什麼 就算 科技比較先進的美國 都不敢 最少 他私底下有沒有做 我不知道 但最少 明刀明槍這樣 就真的 真的不敢 看回一些 真的技術文 就說 其實人呢 就有兩套染色體 一定要成功地 改造了兩套 才可以完全敲除 這個CCR5 而這兩位嬰兒 只有一位 是敲除了 另一位 就只是敲除了 一套CCR5 那就是說 另外這一個 就不單止沒有用 還有健康風險 那另外就是說 剛才有提過 就是 CCR5 會感染這個 Ace 主要是 西方人種 華人是未必適合用的 好啦 那其實呢 我也有些 就是 我 我暫在道德 或者純粹感想來說 我是反對的 因為我會比較 拜天然 我們所有人都希望是 就這樣去成長 有很多不同的 高位肥瘦 美丑 諸如此類 但是呢 我不想是純粹 因為出於一種 這樣的情感 就去說這件事 不是好事 因為 是不是好事 我覺得我們需要推敲的 我第一件事想的就是 譬如 剛才阿添有提過 就是說 這個 嗯 這件事會影響 譬如你剛才說 啊 將來只有些有錢人 可以是這樣的 那可能這個時間 是不長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電腦的上網 電腦 上網技術 手提電話 最初都只是有錢人才有的 研發出來 一樣是給軍方的 很多時候 通訊啊 電話啊 諸如此類 最初都是軍事用途 之後才普及變成民用 那我 有個朋友都說 因為這些東西 可能會留給一些有錢人去用 這樣 或者 軍政經 這樣 最高層才可以用到 即使這件事 最後變成完美 都豪華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東西最初都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我們 所有普及了之後 就受惠了 所以 其實 就算再我而言 我都覺得是風險管理的問題 就是很 很自私地說 第一 我不知道它會 令到未來的人類 混合了那些錢 會變成怎樣 這一點就 我想現今的科學界 都 就是因為不知道 可以控制到風險去哪裡 所以才 才不做 其二就是 但是 如果你生出來的那個人 是有問題的 你是否將他人道毀滅 即大陸是可能發生的 但是最少在我而言 我覺得 就何必呢 因為他 特別是這個人 他是站在一個 因為他覺得這個 這個父親 不能夠懷孕 所以就 他去幫助他 但是他沒有想過 就是 那你真是純粹是由 父親的角度出發 你沒有在一個小孩的角度出發 你肯定這個年輕人沒事 那些人問他 他都不敢回答他 他說我會密切關注著的 我想 就是我畢竟 可能大家聽眾 但是不少的朋友 都知道 我是一個 就是從事環保的 工作的 NGO的人 那我都反對 怕改造的 又 食物都已經反對的了 因為 我們在說的就是 他會 日後可能變成一元化 嗯 在這件事上面 假如人類都變成這樣的話 沒有了多 我講到普及之後 是啊 如果有的話 就會有兩個階層 就是New Type 和我們這班 GENERAL的人 喂 New Type 不一定贏定你的 是 貴族都會被平民推翻的 是 以前發生過 那為什麼我們一定會受 受Suffer 會不會是這班New Type 被我們去 迫迫到 你們既然這麼完美 所有事情是你做 你賺了錢 我們去 我們去 你開心呢 不過我同意 我想我現在 在倫理上 第一件事 立刻會同意的 就是 你不知道 兩代之後 如果這個小朋友 現在看起來很健康 兩三代之後 會變成怎樣 可能的風險是 你這個 賀 什麼 這位賀生 對 賀健恢 已經不存在了 可能他應該很快 都已經不存在了 除非 除非 當然在中共這個角度會發生 除非你肯定 肯定 如果 國家出來說 肯定 我第一次 人道毀滅了 就算他沒事 我都不會被他生製 就是 你做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 那兩個人好像很慘 喂 但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太人類中心主義了 是啊 我承認 你動物 你動物都會拿他來做實驗 然後不成功 你都放他 這點我承認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 似乎是 純粹從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 如果說到 那麼 就是 一般人 不是說 因為剛剛阿Tim 你已經很明顯說了 你是屬於 動物是無所謂的 不要那麼殘忍 或者 有限度 那無所謂 你不就拍支針 然後撞掉那個美女 都不殘忍的 不是 我是人 因為我會這樣說 畢竟我是一個人 所以 但是你這樣墮胎呢 根據科學上來講 看看過多少星期 好像說 不是 因為這個問題 我剛剛跟我之前跟我女友都談過 多少個星期是一個很人為的界線來的 是人來的 當你五十個星期不能墮胎 四十九個星期六天那些 不是很慘嗎 我覺得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而不是那條 因為這個人類設定的界線 並不完整 是一個道德的界線來的 對 我認同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沒有答案 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沒有答案 我只是想 怎樣可以令到我自己 所有東西都統一一點 不要因為這樣就可以這樣 我倒過來講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統一的界線 所以我們選擇不做這件事 我會這樣想 就是 就是墮胎是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再講 但是 動物實驗是一個墮胎的問題 墮胎是一個問題 但是 因為這個 這個對我來說 我自己 就是你問我 因為他講到自己很偉大 他幾乎是 如果再推下去 就是 很多病都是因為這樣 沒有 但是問題就是 他從來沒有說風險管理的問題 就是 說到最自私的那種就是 那我就 對 還有我很震驚的 就是 我在另外一個節目也講過 就是 這些實驗真的在大陸才能出現 因為你首先要找到一些 對我來說 這麼沒有良心的科學家 也要找到一些 這麼沒有良心的父母 嗯 三十萬 不是啊 他可能真的期望自己的女兒 將來是愛知免疫 我不相信 你這樣 不是啊 因為你要明白的就是 那份藥 我假設他拿出來的那份藥 是真的 你收三十萬 然後那個科家跟你說 放心 有什麼事我不包的 那我會覺得你是為了三十萬多 你想生我健康的女兒 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他什麼教育水平 我不知道他什麼教育水平 但是對我來說 我就這樣看似是 他純粹是為錢做的 而 我想像不到有人會這樣做 不是啊 一對 七八對 好像說找了七八對來做的父母 那我會很震 還有另一個狀況是什麼 政府容許這些事發生 也都是 我想除了一些極度落後的國家 或者大陸才會出現到 對我來說 我是挺震驚的 那種 但是極度落後 又沒有這樣的極度先進的技術 除了中國之外 雖然說是一個道德都很淪亡的國家 才會有這樣的科學家 有這樣的人 有這樣的政府 還有有人提出一個質疑就是 政府知不知道 因為在我來說 我沒有證據的 但是我想當一個國家 連一個出BL書幾千本都會抓的時候 你做基因實驗這麼大的事情 他不知道我就很難令人相信了 因為他不是躲在家裡自己做的 他躲在煤氣爐上做得到 最好笑的是現在大陸都說我們不知道 哇 那你真是白請他 不過這樣其實有很多老闆 不知道員工在做什麼 但我不相信大陸 大陸的學生 你試試在黑板寫一句 平凡六四 第二天就找你出來 你現在學校做這樣的實驗 你現在學校就不知道 那我覺得當然 我偏向同意你 但這個講來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這樣又怎樣呢 對於我來說 還有我覺得另外一件事 就是 當你打開了潘杜拉茲 Pandora Box Pandora Box 就算 人畢竟是仆街和自私 我經常都說 外國那些很反對的 政府都好像覺得 不是啊 中國都可以弄一些強法人出來 我沒有理由不做 就是 軍事戰爭 在最後是很大機會 會大家一起做的 對我來說 是一種極度不健康的事 其實可能大家互相做 沒有公開的意思 不過可能科學家 就很想搶第一 但其實 我有個朋友 他本身是讀生物技術的 他就這樣寫 他就說 科學界有一個基本的共識 就是基因改造的主要目的是 用來治療 而不能夠用於永久改變 或者改善下一代的型質 其實這個道德界線 就是基本上一個醫學界的 或者科學界的基本上的同意 但是 我又會想的就是 那為什麼後天可以呢 為什麼後天可以 而我們不提早預防他呢 好了 與此同時 就是我們一出生 就已經打預防針了 因為他這裡就有這樣說 就是說 因為如果改變其他型質 例如減肥 眼睛的顏色 或者牽涉更加多的基因改造的話 在短期內 難以有實現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 這一類改造 往往意味著 家長對子女的絕對控制 令得子女的自主性受損 好了 我想問的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那你小時候都帶他去打預防針 他也是不能控制自己的 為什麼你不讓他自己長大才決定 選不選打預防針 或者是否吃藥 或者 其實為什麼我會提出很多這些問題呢 就是 我想大家都很認識一個現代 當代 現在其中一位很著名的哲學家 就是 Michael Sandel Michael Sandel 他有三本書 其中一本叫 《反對完美》 你看他的書名 你已經知道 很清楚 他是說人類基因改造 不是說其他東西的書 你看他的書名 你已經知道 他的立場是什麼 但是他在這本書的過程裡面 會盡量嘗試提出很多其他額外的 類近的個案 比如 如果是事後打針 去改變基因 他是有自主性的 但是他是在改變自己的基因 那個改變的基因 可能的風險都是延續到以後的 但是應該會相對小人去 去抗擊這個人 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那為什麼你會反對 如果我們純粹說 基因改造 導致以後的人類歷史 可能會被改變的話 那你應該是連這個人 自己的字 我決定都反對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說原來其他人 是有權決定一個人的字 我選擇的 就是我覺得 Michael Sandero的幾本這些書 都很能夠 給大家一些inspiration 想一些問題 可能最後你都沒有解 或者正如我一樣 我都沒有答案給自己 但是他會讓你重新審視 我們原本以為理所當然 一定可以或者不行的東西 OK 我覺得這幾本書 都很值得看的 但是 譬如像剛才那樣 你又怎樣看 如果那個人 我自願去做基因改造實驗的 那麼科學家 有沒有讀責任 我站在你的立場 應該有的 有 因為 對我來說 只要是一些 無論是 因為 剛才你說過 那篇文章的立場 我想我剛才說過 就是 因為你管理不了你之後的風險 所以我都是反對的 對我來說 就算你自主也好 因為你管理不了你 你不知道你下一隊 會生出來異形 那你不知道的 那 除非你 除非你說 行了 我怕改造完 我這輩子不結婚 我這輩子不蛇精 那我可以接受的 不是的 但是人是 人 你 譬如這麼說 你很多藥物的實驗 都是要經過好幾代的試驗 你才知道的 嗯 你很多時候是你 事前不知道的 你 可能 現在我們的預防針 可能已經沒有問題了 嗯 但是可能 第一支的預防針 打出來 其實它已經影響了那個人 而那個人是寫了精的 除非 除非你跟我說 一支針會影響你的DNA 我覺得有點不同 因為 怕改造和打穴 除非你跟我說 我科學常識真的不多 我也是的 我純粹 就是夠切的 除非你跟我說 如果你跟我說 那支預防針會改變DNA 我反對 如果不是 我覺得OK 最多都是你死的 在我的立場 最多都是你本人死的 應該影響不到你下一代 就是這樣 嗯 所以 我想這個 這個事件 可能在 好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沒有其他同意的朋友 但是 我想我跟Tim 站在的立場 基本上是 最接近是誰呢 我記得 因為我很喜歡看 Back to the Future 因為大家都知道 Back to the Future 南竹 Michael Fox 我記得 他是有這個 我忘記了 老人痴外 還是什麼症 柏金純 我忘記了 其實他就很支持做 不過他那種是怕治療 因為他想醫好自己這個病 他有點不同 他不是怕改造 他是怎樣改變自己呢 我不知道 因為太複雜了 但是他是支持 因為美國相對 是比較 他說了 說到自己很 很 civilized 某些地方 畢竟很多宗教員 所以就一直反對 都是很多道德問題 但是 我記得最接近的 案件 就是這個 就是 他好像是 柏金純 我沒有記錯 Michael Fox 對 這樣 嗯哼 那 anyway 如果你們有一些 其實我反而想看 一些同意的人 他們在倫理角度 是怎樣去看 這一件事 因為 我是 我是 覺得 你 既然不知道幾十年之後 會有什麼影響 我基本上和阿天的看法是接近的 幾十年之後的影響是不知道的話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 就是 不知道 那我們就不做 但是如果不做的話 我們是永遠都不知道 就是 我唯獨在這裡打一個 question mark 那麼我們的醫療 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獲得進步呢 嗯 去到 剛才我曾經提出過的一個 point 就是 好 假設 假設 這件事在一百年之後普及的 人人都是基因人來的 就是 所有人都不會再玩外資 假設成功 亦都不單是外資 所有人都長命百歲 那有什麼所謂呢 就是 我這裡純粹提出一些這樣的問題 嗯 很多人都長命百歲 他可能選擇不生孩子 嗯 就是當然 這班長命百歲的人 最後只有兩種死亡方法 要不就自殺 要不就被人堆了 是 是 但是 事實上人類的醫療 也都令到我們現在的人 長命了很多 是 所以為什麼老人的問題 才會越來越嚴重 但是 所以我想 中間應該還有很多很多的 道德 不同的道德 倫理的概念 可以 形容在這件事上面 好 那不如先在這裡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說 今個星期 是網絡界 最大的一顆花生 甚至我吃到整個口都是非知 熱氣到仆街 稍後再見 要一顆玉 vague 我也是 你認識到嗎 你有一定的 你也會用歸史嗎 你願意學習